目前中国的元宇宙产值已经是超过了400亿元 越来越多的AI加AR技术走进了博物馆 让文物变得可以触摸 这些数字化的文创产品吸引更多年轻消费者走进历史 元宇宙可以给人怎样的世界 从数字故宫日历到宋代的山水化 AI技术让人们走进历史 穿越这扇任意门就可以看到敦煌九色路数字壁画 图像识别还包含我们空间的高精定位 然后还有一些AI修复 我们高分辨率照片的这样一些技术 它能够去将我们一些实物底座 与我们一些数字化的展示内容 进行一个虚实融合的一些展示 但同时因为SenseMath它具有跨平台的能力 它也能让我们每一个用户在不同的时间 利用不同的终端和设备 稳定地去展示我们的AI效果 然后有一个曾经式的感受和感官 我们一看呢 我身后这个屏幕上显示的似乎是 北宋张泽端所会的清明上河图 这幅画非常的有名 可是你仔细一看 这样繁华的街道上 其实并没有任何一个人影 所以它叫做清明宅家图 所有人都其实宅在家里 那么这些人到底去哪呢 我们一起来扫一扫看一看 通过平板来扫描这个画卷呢 可以看见这样的人物已经出现在你的平板之上了 甚至你还可以去控制手中这个身着轻衣的秀才 好 在结束这场对话之后呢 它可以走过这个桥到旁边的农家 你可以看见一幅切莫交通积犬相闻的农家的场景 那么通过AI加AR的技术 一个增强现实版本的清明上河图 历史的画卷就在你的眼前续续展开了 中国文博文创消费调研报告显示 文创消费年轻化趋势明显 其中95后占比达到30% 他们注重文博文创产品的体验感和个性化 数字化文创产品让更多年轻消费者愿意去了解历史 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博物馆开始了数字化转型 远宇宙构建出沉浸式的交互场景体验 让文物真正走向现代世界 凤凰卫视高岳佳 葛京 上海报道